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敏敏 在今天清晨安详离世 向奇寿98岁 政坛同感哀痛 蔡总统感念彭敏敏对她的叮嘱 以及毕生为台湾民主化所做的贡献 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台湾人会感念这位伟大的奋斗者 并追随她的脚步 而彭敏敏一生传奇 早年因为发表了台湾自救宣言 招判入狱 1970年逃出台湾之后 展开了20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直到检言后才回到台湾 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前总统府资政 彭敏敏8号清晨离世 向奇寿98岁 台湾民主化发展的见证者 参与者离开了 政界都感到不舍 相信台湾人会感念这一个 非常伟大的人格者 奋斗者 我们后来者会继续追随她的脚步 彭敏敏从小 受日本教育 因为战争而少了一条手臂 早年在美国创办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担任会长时 曾经结合海外台独势力 在美国国会展开游说工作 1964年跟谢聪明 为平朝发表台湾自救宣言 遭到判刑入狱 1970年逃出台湾之后 展开长达23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直到台湾解言之后 才回到台湾 她在1996年 曾经代表民进党参选首届的民选总统 在2000年出任总统府资政 彭敏敏是台湾可以说言论自由 还有民主化运动的先驱 那么她的理事是一个 让人觉得非常悲痛的事情 总统感念彭敏敏对她的叮嘱 还有毕生为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她的每一部都是为台湾的民主写下历史 彭敏敏一生传奇 毕生为台湾奋斗 精神将涌存台湾人的心中 记者先回彩台湾报道